各位同学,我现在在2015年DSCM2的第七条 第七条是Combined Angle和Solving Equation A part叫做Proof Identity Side2次方,SideX2次方,X2次方,X2次方 1-Cos4x加8 B就把4次方写成这个方法 A cos,Bx加C,Bx是Combined Angle 最后就是解决这个Proof Identity 事不宜遲,我们先做第一件事 第一条设计,我一直教学生的方法 证明Proof Identity,首先要比较Angle的Raisal 就是x,x,x,4x 看起来已经是4倍 4倍不是用4倍界皇权,不是用4倍界皇权 是用Double Angle Formular,弹它两次便可以确定 理论上是这样,所以这条辨设计,我们可以弹这条辨设计 这条辨设计有两种方法,就是这样 可以用以下我介绍的这种方法 就是2sine x cos x 的 all square 这个等于是sine 2x dip了一次 sine x 2x 的 all square 其实还有一条double angle formula 因为你去到2x和4x的比较 都是一个double 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条式 把sine square x 写到主项 所以sine square x 我简单说sine square x 等于 2分1 1-cos 2x 这条式是2分1 乘1-cos 4x 这样就完成了 当你比较到 angle的结构 compound angle的结构 很多问题都迎刑而解 就像刨丁甲油一样 一刀一刀 顺势而行 就可以剁掉 不是剁掉 是可以剁掉肉 好了 B 叫你把这些东西写作 这个方法 那怎么写呢 四次方 我马上联想在上面 这些东西 于是我就做了这些东西 这么快想到 其实不是很快想到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想法 就是a二次加 b二次 加多2ab 减2ab 所以变成这个 sine square 加cos square all square 那你们看到吗 我看到了 看到的时候 这些东西 其实是1 这么漂亮 那这些东西 哇 上面那些东西 这样也可以 是吧 这样就完成了 吃碗面 好了 再调到这个方法 很明显 b 就是4 c 是多少 a 是4分1 b 是4 c 是4分3 好 搞定了这部分 到最后一部分 我们跳过去 留意 fx是可以写成这个东西 所以一会儿 我将8fx 把这个套上去 等于7 好了 刚才那一块套上去 按照套 其实 好了 就是养套杀 这样套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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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套 好 跟着继续 用了倒序法 不要紧 我一直说的 有倒序法 有插序法 又有直序法 我通常都用直序 那现在就有点 插序了 好 扩开它 这个变成2 这个变成6 那 反过去 就是cos 4x 等于2分1 留意 x是0-90度 我用90度 就是power2 说得比较好 因为很多同学都宁愿转到道数 来说 那我这里用些layman language 90度 0-90度 所以4x 就是0-360 所以你找这4x的角 4x的角 应该有两只 在第1和第4 2分1 就是60度 一个300度 60度 就是power3 300度 就是5power3 除去 10power12和5power12 就是那两个答案 好了 各位同学 希望在这里 你学到一些 做chicolometry equation 或者chicolometry的方法 多谢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下一条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